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木乃伊充满神秘色彩 更提供了古代医学解剖和防腐技术的线索 考古学家最近在埃及南部城市勒克所附近 挖掘到3500年历史的贵族墓穴 里头有雕像、面具、彩色棺木和多具木乃伊 考古学家推测墓穴的主人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法官 时间可追溯回西元前1500年 挖掘工作还在进行 有机会发现更多珍贵文物 考古学家在埃及南部城市勒克所附近 一处拥有3500年历史的墓穴中 发现6具木乃伊、彩色棺木 还有上千个陪葬雕像 考古专家表示这是近几年来 古埃及文物极为重大的新发现 埃及考古部表示 这个名为德拉阿布纳加墓葬 属于埃及第18王朝的一位贵族 是该城的一名法官 考古队仔细清理这些文物时 还发现会有红、蓝、黑等多种颜色的棺木上 还雕有死者的遗像 这些古文物除了有些已损坏 大部分棺木保存状态还算良好 另外也发现各种颜色的器皿 考古部指出 这个墓葬有走廊通往主墓室与内室 目前只到了主墓室 内部尚未开始挖掘 一旦继续往内 可能还会发现更多木乃伊 美国因应北韩近来连串飞弹试射威胁 加快动作在南韩部署萨德中端高空防卫系统 重南韩美军26号陆续运送萨德系统组件 进入部署地点 倾上北到新州郡一处高尔夫球场 此举引发新州民众反对 沿途包围抗议 痛批军方不曾咨询当地军民的意见 尤新和萨德为名 生命安全反而被受威胁 中国大陆也严正关切 重申美国和南韩部署萨德系统 将破坏区域战略平衡 进一步刺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无助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和平目标 同时严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呼吁美韩取消部署 由于南韩5月9号总统大选投票逼近 萨德部署也成为大选热议话题 各大政党候选人纷纷表态 目前两大民调领先的候选人 文在寅和安哲秀 都质疑南韩国防部和驻韩美军 迅速获得批准 走完萨德工地程序 罔顾民意 对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做法不妥当 令人遗憾 执政党候选人红准勺 则立体萨德部署 驻南韩美军除了火速部署 萨德核心组舰 26号也和南韩军方展开联合军演 这场名为综合火力较低的演习 开放民众参观 海美两军出动48支部队 共2000名官兵 精锐武器进出 展现反制北韩挑衅的军事实力 除此之外 美国空军27号凌晨 也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试射义勇兵三型武武装洲际弹道飞弹 飞行6759公里后 落在距离洛杉矶西北方 约130公里的马少尔群岛 回应北韩军方先前声称 有能力以洲际飞弹攻击美国西岸 颇有向北韩试景的意味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职邦大联盟坦帕湾光芒队 蓄战巴尔地摩精英队 双方缠斗11局 光芒队最后因为最近保送 以4比5吞下败仗 效力坦帕湾光芒队的台湾投手胡志维 尽管在巴局下一度起身到牛头念头 却还是没能上场 胡志维认为目前能做的 就是随时把自己准备好 教练你叫我起来热身 因为可能就是要我下去 解决危机之类的吧 所以就是把自己准备好这样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 然后不可思议这样 很美这样 很美妙这样 你没有说什么现在 因为现在还第四天 胡志维到美国奋斗第五年 目前从3A升上大联盟 台湾球迷立刻闻风而来 为他加油 决定昨天买票 然后就昨天来 要支持一下台湾球员 好不容易又有一个上大联盟 胡志维透露 希望这次的大联盟经历 能有机会向更多好手 与前辈请教磨练自己 至于下周可能有机会 对上同样来自台湾的陈伟英 胡志维表示 非常期待能和英仔一起投球 当面能一聊 一生为台湾贡献良多的马杰博士 是加拿大安大略审牛津峻人 今年是马杰的173岁名单 安审议员何德梦 特别邀请台湾桥界一同纪念 不只缅怀他的付出与努力 也因为马杰的关系 间接搭起了安审与台湾社区的交流桥梁 让台家关系拉得更近了 今年会上除了多位台湾桥领 驻多伦多经文处处长徐永梅 也到场拱翔盛举 徐永梅表示 马杰生前不只在台传教 更创建了医院学堂提供高等教育 促进了台家的多元连结 乔务委员黄丽美也肯定 马杰牺牲奉献的人意精神 我说很不容易 当时他去的那个环境 而且又帮忙台湾 他是个医生嘛 帮忙很多乌教病 那些台湾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 然后又盖了学校在台湾 是值得一个很敬佩的一个意思 谈到对台湾的印象 与会的安省保守党党魁彭建邦说 他曾造访台湾三次 不只难忘宝岛美景 台北的工商业发展 更让他得到很多启发 未来有机会 他一定会再来台交流 中央社记者胡玉利 多伦多报道 包着各种馅料 扎扎实实的润饼 香喷喷的炒米粉沉入盘中 让人食指大动 新加坡福建文化节日前登场 汇聚台湾福建 以及新加坡特色小吃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表示 透过美食交流 有助推动新南向政策 今年福建文化节 吸引大批怀旧民众参加 新加坡台湾贸易中心 也从台新美食交流中 深入了解可能发展的商业模式 主要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工人手脚俐落 攀爬上30公尺高的 巨大糖棕树 采收一颗颗浑原饱满的糖棕果 糖棕果和椰子 形状有几分相似 消去坚硬的外壳 半透明果肉 吃起来口感像荔枝 还能喝到甘甜果汁 泰国中部佛匹省的 一座大型糖棕农场 厂内栽种450多颗 超过200年的 高大糖棕树 有的树林还超过400年 除了树上的糖棕果可以使用 从糖棕树上采集出来的汁液 也能熬煮制成棕糖 据说连糖尿病患都能吃 农场主人用树枝制成工具 夹记熊锐流出糖汁 平均每颗糖棕 一年颗采集约一千八百公升的汁液 八公升就可以煮出一公斤的糖 农场至今仍维持这项 几百年的传统方式采集制糖 为了传承这项古老记忆 近年逐渐转新春观光农场 让游客能进一步体验采糖乐趣 这一样是记得刘德桑 佛匹省报道 新闻热线聚焦钢落幕的 雅加达省长选举 省长中万学寻求连任失败 输给前教育文化部长阿尼斯 中万学过去推动多项改革 包括拆红灯区整治河川和穷人免费看病 但身为华人和基督徒的双重少数族群身份 被认为是输掉连任的重大因素 尤其是竞选期间被对手指控 侮辱可兰金还吃上官司 外界分析中万学败选 反映宗教因素终究抵不过政绩 而开明派的穆斯林阿尼斯上任之后 将如何带领雅加达也备受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